這題是說,我現在把五個數拿出來排列 這五個數用A1、A2、A3、A4、A5代表 它滿足第一個數小於第二個數 第二個數大於第三個數 第三個數小於第四個數 第四個數大於第五個數 這種排列方法有幾個 為了方便我們把它給寫下來 A1、A2 A3、A4、A5 就先上去 再下來 再上去 再下來 這樣子的話 A2跟A3在三方上面 這兩個的話,其中有一個是最大的 A2最大或是A4最大 也就是說 可能A2等於5或是A4等於5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討論 第一種情況就是說 A2的話,如果等於5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 另外四個數 我隨便抽出三個數來 就是說 剩下四個數 取三個數來 取三個數來的話 這三個數都不一樣 其中有一個最大的 就給他 剩下兩個數 這兩個數可以對調 乘以2 另外一個數 取三個數來 對調 另外一個數排在這裡 乘以1 現在的話,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可能A2等於5或是A4等於5 所以的話有兩種情況 再給他乘以2 所以他總方法數的話 這多少呢 就兩個 C2取1 2取1的意思就是說 要碼A2等於5 要碼A4等於5 有兩種情況 所以這兩個數的話 取其中一個出來 讓他等於5 有兩種方法 乘以 C4取3 再乘以2 好,這就是總共的方法數 好,這就是2 乘以4 乘以2 總共呢 4是16種